新冠疫情延烧全球至近 不少自然感染率高的国家都已进入与病毒共存的阶段 而台湾何时有望解封且不需戴口罩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控中心副院长黄高斌表示 应该至少第三剂要达到七成 自然感染和一滴涵盖率加起来要八九成才会比较适合 最快年底有机会解封口罩 台湾已经连续多日单日确诊破万例 指挥官陈时中也坦言未来可能单日二十万例 他也透露未来可能会取消区隔计划 置屋时失眠区隔的条件则要看第三剂的施打率 目前台湾政策并非走向清零 而是会渐渐走向欧美国家方向 染疫后一段时间就会走上共存 台湾正在往这条路走 针对走向核病毒共存并逐渐解封 黄高斌表示台湾的自然感染还不够高 而且自然感染人数每个国家不太一样 不过严格来说 台湾自然感染人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低 因为一定还有潜在的黑树 很多没有症状 不知道自己被感染的人 由于不少国家都陆续取消口罩政策 台湾民众也关心何时可以不用再戴口罩 黄高斌说台湾的自然感染现在才在慢慢增加 若要解封不用戴口罩 自然感染加一滴要达到八九成会比较好 但看第三季至少也要达到七成 至于第四季则还不建议全面施打 免疫力低下 年纪大等高危险族群才比较需要 另外在儿童一滴施打率方面 他也坦言 现在要谈儿童一滴施打率还太早 应该说如果大人都打够了 儿童接种率就没那么重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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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唱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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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es